上個禮拜最後講到的就是這個地方 我需要兩個按鈕,所以待會我需要把這兩個按鈕做出來 一個是再把資料先清空 一個是再把資料變回來 其實我做的方式就這樣,我demo一下 這個是清除,清掉 這個的話就是把它全部又做回來了 這兩個按鈕基本上我們其實不是寫VBA的,這是錄製聚集,上個禮拜有講到 那錄製的步驟基本上,大概就是 一樣是先用開發人員錄製聚集 然後做幾個動作,包含就是E 游標放在B 所以第一個如果你錄製,當然需要有兩個聚集 那錄製的過程當然第一個 我先拿這個名稱好了 所以第一個的話,我們就是錄製聚集 你先彩排一下 上次有跟會講,1游標放在這裡 2的話游標放上面打個勾 3的話向右拉 4的話再向下 其實快點兩下也可以 然後呢我們就 來看一下 我再錄一次給我看 這邊錄一次,然後這邊把名稱給他 那這個名稱的話,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按鈕上面的名稱 也許要問卷調查聚集好了 按確定 1,把它蓋過去好了 1游標放這裡 2打個勾 3 向右拉 拉到歐蘭 4的話呢,快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快點兩下,實際上就向下整個填滿了 好,所以其實只有4個步驟 有沒有,還記得吧 1游標放這裡 2的話呢,游標放這裡打勾 3的話呢,向右拉 4的話呢,就是在這裡向下拉 4個步驟 4個步驟 其實那個記錄字這樣就寫出程式來了 那程式寫完之後的話呢 那就再增加一個按鈕 那就完成了 所以剛剛的動作 那清除怎麼清除? 清除更簡單 清除好像跟前面做法一樣 所以我們這邊一樣,假設我要增加一個清除去期的話 那一樣就是說這個名稱 我把它再蓋過去好了 忘了停止錄 剛剛漏掉 我看一下 所以編輯一下 會不會漏一下 這邊它好像 其實就 多兩行而已 把它刪掉 OK 那再來的話,錄字清楚 清除的話 其實也差不多啦 總共的話也是 4個動作 把它蓋過 1又不要放這裡 2的話我建議你不要用向右啦 Ctrl Shift向右 然後呢 Ctrl Shift向下 這樣就OK了 然後按Delete 就清楚啦 OK,然後把它 最後一定要停止錄製 這個停掉 然後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 這個的話其實 那當然你可以在上面加註解 有沒有 其實也是4個步驟 所以 至於 至於怎麼註解 我在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也有放那個註解之後的結果啦 你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 1234 有沒有 1234 所以我實際上 做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再把 上面 再加上註解 註解的話 就是分別 在 這一行 加上 游標放在B2 這行是把公式輸入 然後並且向右填滿應該是這行才對 我應該放錯了 向右填滿應該是這行 OK 上面這個2的話是輸入公式 然後再向右填滿 向右填滿的話是autofill B2到O2 B2到O2指的是這邊向右拉到O2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向下填滿 那就完成了 那清除的話也是這樣 游標放這邊 Ctrl-Shift向右 這個Ctrl-Shift向右 Ctrl-Shift向下 然後按Delete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變出兩個按鈕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輸入 有沒有它就出現了 清除 這樣就OK了 請各位 再把上個禮拜講到的 錄製劇集的部分 稍微複習一下 然後再增加 兩個 就是說 這兩個劇集 再記得後面 請你再加上那個 註解 OK 那加完註解之後的話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其實還可以再簡化程式 當你不簡化其實程式一樣可以亂 可是像我的習慣 我就會覺得說 這個地方如果說程式是這樣清楚好了 實際上我們是寫了 四行 四行程式 但實際上 你不用寫那麼多啦 其實你只要寫一行就可以了 那寫一行 怎麼寫 首先呢我先把這個先 清除掉 清除掉可能 將來要用 我把它保留 保留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工具列上按右鍵編輯 那你找一個功能 這功能 按右鍵編輯 把這個範圍的程式選起來 按下註解 使程式變註解 其實就是在前面加上單以後 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其實主要可以用一個方式 就是你先跟他講說 我的範圍在哪裡 那你打一個range 這個range我想我們用的非常多 然後呢你只要告訴他 我左上角的儲存格在b2 這個 ok b2 右下角 右下角是哪一個 Ctrl 向右 Ctrl向右 Ctrl向下 向下是哪一個 151 所以實際上 歐蘭的 151列 那如果我要清除的話 其實很簡單 等於 兩個雙引號 這樣就清楚了 所以剛剛錄下來 如果你假設不想用錄的話 其實說真的 寫這樣就可以 那我們來試一下 寫完這個 等於是上面這些 執行看看 一模一樣 有沒有 所以啦 當然如果你寫清楚 說真的 你 就是 看自己趨勢啦 如果你實在是懶得寫的話 那你用錄的ok 只是好像我個人習慣 錄這麼多 好像感覺真的是 不夠精簡 所以上面做的事情跟下面是一樣的 那你可以自己寫 那主要的話呢 其實就是利用range 就是範圍 那白話意思是說 這個範圍裡面做同樣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把裡面的資料 全部都清除掉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那待會 再來看那個 有關樞紐分析表 所以第一件事情 請各位就是一定要先把資料 先變成那個 不是編號 一定要是把它查詢完的結果